相信大家最近都有看娛樂版 就見到很多消息關於徐崇敏的老公王浩 之前傳出了有明星在她的餐廳吸毒 跟著就罵出了很多事情 還說警方已經介入 就著這件事王浩其實真的不方便說太多 因為素毒組已經聯絡了她 很多人都在猜究竟這條片中的主角究竟是誰 不明白徐浩瑩、陳冠希、李燦森的太太 突然間又在微博上罵王浩 又說她沒事找事來做 又說她博健步等等 大家就不明白她們的仇口是何時開始的呢 這件事終於都可以解開了 因為有人已經看過這條片 也知道片中的幾位主角是誰 不如一起娛樂試一試 徐淑敏的老公王浩其實就不只是做餐廳生意 不過有一間餐廳就叫做一品花雕雞 就在銅鑼灣的 她是合夥人之一 她說這間店其實生意是不錯的 也有很多個明星一整天去光顧 她就有傳裡面有一個伙計 就將一個閉路時限時的錄影偷了出來 就說閉路電視那條片裡面 就見到有四位明星就在這裡吸毒 就著這件事 王浩就說她的確是看過這條片 又覺得是疑似有人吸毒 因為她在這條片裡面 只見到別人吃捲煙 還有見到有些白色的丸仔 但那些丸仔是不是真的毒品 其實是沒有人知道的 所以她都不方便說太多 由於這個新聞廣泛地被傳媒報導 所以現在警方方面已經要求王浩 就交出這條片 而素讀組方面就覺得 如果片裡面真是明星的話 更加要嚴懲 因為明星是代表下一代的偶像 他們是應該做好榜樣的 所以如果她真的發現這些明星吸毒的話 一定會嚴懲 當然她說有明星吸毒 其實一群傳媒都很想知道 究竟那幾位主角是甚麼人 所以一群傳媒就去到這間餐廳 問問員工 有消息人士就透露曾經看過這條片 她說事發當日就是去年的10月 她說當時有23人一起去到他們VIP房 和一個叫Amy的人慶祝生日 隨行的人包括有徐浩瑩、葉佩文、何超儀 和LMF一班的成員 他們說當他們吃東西的時候 都好像沒甚麼 叫了火鍋、花雕雞 但吃完東西之後 就開始發現房裡面的人很吵 大炒大辣 進去看過的工作人員就說 發現桌上出現了一些卷煙 有白色的丸子和白色的粉末 她說每個人都騙得很緊要 她說根本就不知道他們在做甚麼 她說這件事為何會鬧大了呢 就是當他們埋單的時候 LMF有個成員說他們收多了錢 那條單是9000元 但他們說裡面有2000多元都是騙人的 所以這件事鬧到很大 而且LMF還在微博上說 這間店鋪騙人的 所以搞到王浩要回到店鋪 看閉路電視的錄影 才知道那晚發生甚麼事 首先這間店鋪絕對沒有收多了錢 如果大家可以看那張單的話 發現其實人家已經送飲品給他們 收了他們8、5折 有很多的消息都已經不收錢 很明顯就是他們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有些失控 令到當時的場面非常之尷尬 王浩覺得這間店鋪也有份 所以他特意回到店鋪 看閉路電視的錄影 想知道當晚是否他的伙計做錯事 他看完後才發現 原來有人在裡面疑似吸毒 他說看過程當中 有很多工作人員都知道 可能其中一個伙計 將手提電話拍下這條短片 然後就要脅他 現在這條短片已經交給警方 有招式人士就說 原本葉配文結婚那一天 警方方面想到場了解這件事 但到最後才取消了 所以一班記者才明白 為何當日徐浩仍是沒有出席葉配文的結婚 你覺得警方會不會行動呢? 你可以將你的意見 開到八競娛樂的網站 Kick up討論區 將你的意見發表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